今天来给大家叨叨一下蓝莓的养护 说到蓝莓的养护 老花爷养得不是很好 我们养了几千颗不到万百来颗 然后呢长得不是特别棒 有的话说你怎么养得这么惨 还出来给我们蹲 错了我们这里是冬天 我没有给它做加温 我们专门就是放到这里给它低温 就是驯化的 它是冻死了就冻死了 老花爷就认赔这个钱了 它没冻死 那花友没收到的时候 它就更皮实 这就是北方养花的一个特色 可能没有那么漂亮 可能没有那么大 但是它好活 说到它的养护呢 像这个叶子的颜色变红 这种叫秋色 我总觉得这个气温还是不够低 能够冻得它正好能够络绎 而且这种牙包啊 不被冻伤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这种呢就是它的这些牙包了 明年啊这里都能开花结果 你看到没 这种都是它的这些个牙包 你看这个也是 它特别的漂亮这种东西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气温还是不够低 我想让它就是去低温春化一下 让它去落叶子 会更好一些 但是呢蓝梅呢 我发现一个事 在云南它是最挖晒的 云南它第一来说呢 它的这个土地是红土地 不是 它有弱酸性 而且它光照很充足 它开花结果 在野外更爱结果 因为它有受粉 很多的花友就是 养的蓝梅第一不开花 第二不结果 为什么不开花 光照不够 它整体的生长 它是需要大量的养分的 你看到了吗 我还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这个叶子变色的这些 都是因为缺乏叶绿素 你看这几个就是 叶子长得很绿的 那个很壮实很厚实的 它一般它不变色 一般不变色 你越是这种的 你看 它其实它是有点黄 看到了吗 看到没有 这种其实有点缺乏营养 有点黄花病 但是呢 我们是给它试了大量的肥料的 看到没有 也是给它用了大量的肥 这个叫缓湿肥 也用了大量的肥料 喜欢光照啊 臭宝 浇水的这一块呢 我跟华尔明说 你们在家里边养是可以的 但是你的这个花盆 尽量地要排水透气 你如果说不排水透气 稍微多浇一点水 它就容易烂根 我们都是摸着这个盆土 你像这种还潮潮湿湿的呢 我们就不浇 我们都等这种干了 看到没 这种干了 干透了 我们才浇一下 这个也该浇水了 这浇水 用土的话 就老花衣的一个通用配方土 也有蓝莓专用的 它喜欢弱酸 我们浇水的时候 都是一般来说呢 用纯净水浇的比较多 也会用井水啊 会浇贴着蓝 我们会往水里面 也加一些肥料 懂得个事吧 不用过度的修剪 蓝莓不需要你过度的修剪 就我给出的建议是 不修剪是最好的 它枝条就让它长呗 要让它漫天的去长呗 你只需要给足光照和营养 其他的你就不用管它了 还有一个就保持弱酸性 再有一个呢 就是尽量地减少 你们自来水的一个使用 如果说你真的用自来水也行 就尽量地放上一段时间再去用 最好就往水里面加一些繁肥水 或者加一点点的柠檬酸 明白了吗 加几滴劫测瓶也可以 你看一下那个 是不是草酸的那个劫测瓶 加几滴也可以 明白了吗 如果你们有的话就用繁肥水 就是因为它厌盖 为什么叫厌盖呢 就跟人一样容易牵中毒拱中毒 它容易盖中毒 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比较好一点 南美的养护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节目说今天点要关注啊 哪怕以后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游乐养花秩序 我说哪怕一 养花最在一 害你摸摸打 白了 喂 嘿嘿 嘿嘿